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据化学分析 玉石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如心、煤、铁、铜、锡、个、蒙、骨等 佩戴玉石可使微量元素被人体皮肤吸收 活化细胞组织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故有中医所说 有的病吃药不能医好 经常佩戴玉器却治好病 道理就在于此 人们佩戴玉石除了用于装饰外 另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辟邪和开运 可是由于不了解其中的奥秘 在佩戴时出现了许多误区 以至于不但达不到辟邪开运的目的 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那怎么佩戴才能真正地获得辟邪 或者开运的效果呢 这里必须先了解一个概念 那就是人体的体液能够滋养玉 而玉的成分对人的避疫也是明显的 古诗后人甚至用玉做枕头 宋朝礼听照 有词云 家节又重阳 预枕纱窗 半夜凉出透 玉石最常见的是佩戴在脖子上 其主要概念是来源于玉的滋养 其次是间隔心脏最近 古诗后人以心为人的第一大脑 所以用玉石雕刻成各种庇佑物 外形以贴近心脏来保护自己 而黛玉有些风水禁忌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一 心玉需要开光 它才能庇佑身为主人的你 成为你的保护神 从你开始带它 它就开始继承着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恩怨情仇 故此 在你选购的时候 要到有专业大师推荐的地方选购 这样才能保障到自己的利益 二 捡到的玉 它的主人不是你 你不能带它 反之只会给你招来更多霉运 或是余孟严 三 玉通灵 带着的玉不能随便脱下来 古人云 君子无故 玉不离身 带玉的朋友 尤其是从小带的 最好不要拿下来 玉不能离身 换着带 当装饰带 是对玉的不尊重 有些人追求新鲜与美 因此频繁地改变玉石 假如你买的玉石确定是正品 而且你希望它能持续地辟邪护身的话 那就一直带着它 尤其是佛像 观音像和生效像等 带得越久就越有灵性 因此 频繁地改变你的玉石是一种极度愚蠢的方法 朝三暮四的人固然有追求 但却进入了不成的范畴 人生观也是属于不坚定之列 若是频繁更换 不如不要佩戴 四 带血的玉 不要带它 那时他肯定是继承了他前任主人的许许多多 恩怨情仇 甚至是死亡 五 如果玉碎了 是帮你挡了灾难 要用红布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找一个地方埋了 如果家里有鱼缸 就丢鱼缸里 水过之灾 抵消 血光之灾 六 玉是善良的 是天使般纯洁的 遇到做善事的主人 他会保护他 如果遇到恶人主人的话 玉是会给他惩罚 给他降祸事的 所以 带玉 千万不要去做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 七 难带观音女带佛 这个是自古以来的说法 有着一定根据 不能混乱 乱带 八 不可双带 玉项链 玉戒指之类的 不可以一起戴 九 不要让别人摸 十 不可随意乱放 那是对玉的不尊重 十一 不可用黑绳记之 一般用红绳记 十二 闲暇时间 反复抚摸 玉 更会给自己带来富贵 十三 玉和人在一起 要看缘分的 有缘 玉就养人 无缘 人就有灾 十四 最好不要戴古玉 特别是玉上有血沁的 玉是有记忆的 它上面可能记载着许多恩仇 有的人就是戴上古玉后开始生病 甚至会有梦魇 所以说古玉一般不配戴 这是规矩 戴古玉出现各种异常情况的事情太多了 十五 不可佩戴 不可佩戴假冒伪劣的玉 真正的玉佩戴得越久会越光亮 也会越有益于身心 而甲玉是经过人工加工过的 并且有化学处理 长期佩戴人身上是百害无一例 另外 甲玉对人的磁场没有任何的必有作用 十六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玉 真正的好玉对人体都有弊 但追求辟邪护身和开运却很有讲究 什么样的人就戴什么样的玉 不是所有的玉都适合你佩戴 有的需要看人的身份地位等才能佩戴 比如不是军人 不是屠夫 不是黑道人士 不是凶猛之人的话 不建议佩戴皮修 若是选择生肖像佩戴 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生肖 若是佩戴佛像 则要遵循南带观音 女带佛即可 十七 不可随意佩戴 玉是日日夜夜守护我们磁场的 佩戴玉事的目的就是在于昼夜守护 因此应随时佩戴余身 哪怕是洗澡上厕所 只要不沾会晤 或是被会晤包围 皆需随身携带 不要随意把玉石放在包包或者家里 若是缺乏尊重 则无需佩戴 十八 玉破碎了之后不可戴 玉碎了之后 其对人的必有作用就消失了 除非另外加工成完整的玉石 固然会小点 但依然是全的 而且玉破碎后的棱角 也容易划伤人体 既然祈求玉石能为自己互生开运 那就要避免进入上述这些武区 记住并不是最贵的玉就最能护身 而是选对了 再加上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 才能使玉石真正发挥其辟邪护身的作用 那为什么说玉不能带一对呢 很多人说玉不能带一对 尤其是玉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古人的角度来说 玉气是有灵魂的 一块玉只能保护一位主人 反过来说 一位主人也只能忠诚地佩戴一块玉 如果身上佩戴的玉气过多 相互之间会产生干扰 对主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其次 从美感来说 中国人讲究君子配玉 玉气不要多 但一定要好 古人配玉 一般都是结婚 或者成年的时候的纪念物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佩戴一块玉 好比只爱一个人 是忠诚和道德的象征 其三 跟名人代表 只戴一块一样 身上的手势 最主要的是 能突出自己的身份地位 胳膊上戴很多的翡翠 好多人只会认为你土豪 土豪就是没文化 容易被高端圈子排斥 那些成功的名人 比如刘晓庆 都是一块翡翠 就足够抢劲 注意 同一个身体位置 玉石饰品不能和金属饰品同时佩戴 因为金玉最易磨损 当你带了一条金项链或金吊坠 再带个玉石吊坠 金属与玉石相互摩擦 很快玉石表面的抛光会被磨损 玉石就会变得浑浊 易沾染上汗子污渍 比如眼睛的镜面 长期佩戴眼镜后 镜片也会被画花一脏 玉石也是一样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以送去重新抛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